在四川卢州古令 烫皮牛肉火锅是当地人在大韩节气里 最喜爱的一道美食 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美味 据古令当地人介绍 烫皮牛肉火锅最早兴起于贵州的人淮市 后来传入四川古令县 迅速在各家饭店火爆起来 我每天早上就是弄得八重 就去我们本地的菜市场 去吃高压厨房牛 学习一头牛身上为了两款牛 加入山泉水 再加入我们自己密制的一些香料炖煮 清火炖三小时左右 再把烧好的牛肉冷了以后切成块 炖的原料就是我们煮牛肉的火锅烫的 除了要有好品质的牛肉外 烫皮牛肉火锅另一大亮点就是烫牛皮 煮熟后的牛皮吃起来口感软糯 也让汤汁更加厚重